APL多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今場由白濕香港東方 在主場對著新加坡騰飛之師 這場球因為受到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 選擇以閉門形式作賽 不過初段我們白濕香港東方打得很順 有個7比0的攻勢 香港東方二日代勞 有四日休息時間 反而新加坡打完上一場之後 西貢熱火 頭一日就要打這場比賽 頭三、四分鐘 其實新加坡方面的手感比較頑皮 但開始慢慢打上來 特別是中鋒麥基恩 這個球在南底博到犯規 令Holyfield兩反 班頓高士達來的三分球 當時打成16平手 不過今場球的焦點 正正是七六的艾利諾 因為以前東方的主將賭歌 剛才被新加坡打出一段 11比0的攻勢 接著是高士達幫他三分球 其實看到艾利諾 開始在第一節的尾段 三個入球 他入兩個 有一個是助攻的 入了第一節最後這球球 帶領新加坡彤菲芝斯 在打完第一節領先 22比16 Marcus這次的賭歌第一節 取得四分 到第二節 看到香港東方的守風 相當順 這個球雖然炒了 但看到吳崇進撿到地球 再給張文萍 第五個射球 終於入了三分球 第二節很欣賞 用了0號的吳崇進出來 防守 有料到之外 連加坡都這麼漂亮 這個洞洞 能夠給荷里菲特 藍底入樽 很勤力的吳崇進 出來又防守 又做助攻 辦頓攻勢 入了三分球 當時領先是28比22 打出一段12比0的攻勢 充分顯示 東方經過檢討之後 打出很好的teamwork 無論進攻端和防守端 都很有合作的精神 上半場來說 其實新加坡手禁一般 不過唯獨10號的郭偉文 兩邊的翼衛三分球是不錯的 拉利羅斯 個人橙籃 其實拉利羅斯今天也做了一些轉變 減少了自己個人的得分 希望製造一些機會給隊友 對 特別在他的帶領之下 看到香港東方在第二節的尾段 打出一段是8比0的攻勢 令他積分越拉越遠 看看最後的入球 補到籃 然後自己上去是荷里菲特 第二節打了個24比10的攻勢 半場領先40比32 看到第三節 這個court pass很漂亮 給了隊長李奇 入了他今場第二的三分球 看上半場 東方在籃板數字 以及佛球數字 都壓住了新加坡 到了第三節 開球的初段 更得勢不搖人 打了一段10比0的攻勢 令他的積分拉到50比32 看看這個球 這個hacitation 轉足 然後自己上去 就是這樣領先18分 尼羅斯 18分 本場香港東方領先最大的差距 但話口未完 這邊見到X-Man 阿歷山大 自己由後場帶上前場上攬 不過今天阿歷山大 我覺得他打得比較沉 這個籃板被Marcus拿到 發動快攻 那隻眼一路看著 自己在空中殺下去 他避開兩個防守 放上去 這球球的艾六特 今天那個突破 打得最好的球 利用了1-2的急停泡 然後找位置上去 阿歷山大 回到外面 Marcus 3分 可以說回到修盾 都是自己的主場 當然是熟悉的 第三次還有個攻勢 阿歷山大 這個球其實東方想安裝他的陷阱 但是給他一個彈後的跳射 所以打完就是第三節 其實東方真的有點領先 就是55比51 去到第四節 其實還拿著四分的優勢 就是東方 開局的初段 就是靠拉利羅斯一個得分 但是那邊阿歷諾 還有阿歷山大就回勇了 是 拉利羅斯 中距離 把比數反超前半一分 當時阿歷山大也四分 好 接著這個球快攻機會 給了李奇 是 加上這個球 東方拿著五分的領先優勢 但這個時間 就出現了防守和進攻的失誤 給了麥基恩 做了今場比賽 第一個雙手的大力入樽 麥基恩也是下半場有點復甦 阿歷山大交過來 這個球關鍵了 就是阿歷諾一個三分球之後 追成六十五平手 這個球還是香港一個Floater 失誤之後 他反擊了三分 看到藍底的霸王 今天拿到他得高得薄 就是麥基恩 很有足夠再撞上去 比賽尾段 最後就是聖火騰菲之師 最後就是贏香港東方 七十三比六十七